吃个泰式面条 这个锅贴好金贵啊 只有四个 这是油渣小虾 这个岛上贵的青菜啊 就四小颗 先吃个饭 过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面的朋友们 这个岛上青菜可贵得很好 这一份青菜 我们过来看看多少钱 反正就四颗 过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小姑娘 等她把饭吃完了再说 三个人吃了三碗面条 然后点了三个小吃 总共费用是196美金 1000多人民币 介绍一下你自己 就用中文介绍 我的名字是多多 这位小朋友叫杨多多 我们跟杨多多的妈妈一块儿逛一逛 一块儿吃了个饭 你今年几岁了 他的中文呢一般班 11 11岁 哦 多多呢去过好几个中国的城市啊 有哪些城市 山海 不是有苏州吗 南京 他说不来 南京 苏州 他可能中文表达能力也没那么好 你要多练习啊 嗯 我们现在啊 在巴哈玛的一个超大的度假村啊 首都拿搜西边 这个度假村是中国人修的啊 就叫巴哈玛 这个度假村是真的超级大的啊 听说听说啊 这所有的材料啊 全部都是从国内用船运过来的 这也是一个五星级的度假村啊 哇 这边绿化的真棒啊 这边还有一个大型的音乐喷泉啊 对 你靠近这个乌龟 哇哦 这边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水上乐园啊 那在这儿住一晚上不得要1000美金呢 这个 随便吃碗面了 还几十美元呢 就这个度假村啊 巴哈玛 看见啊 还有两个中国的狮子 运营应该是老外的运营接受了 中国人建的 我们把车停在这儿到现在来取车 他们会把车开过来 那像你给你的员工 一般开个普通工资是一个月多少钱呢 一个月是1200 一个月1200美金是吧 对的 然后是 那收入也不算高 因为这个物价太吓人了 不高 但是他们做的都是最简单的呀 就是相当于来自是 打磨工吧 底层的一个工工种是吧 那就是说干好一点的话 工作可能一个月能收入到2000美金是吧 3000美金 那就可以了这个 我们经理差不多一个月 我想想 能有 我现在是给他 5000有吗 1050一个星期 那差不多就是4000多 4000多美金 他每年到12月的时候 我的奖金是给他6000块 那可以一年的话 那我说五六万美元的收入 那就可以了 他的条件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是做的多一点 那这边的人工 人工会 那确实 木工制造业 姐也是在这个岛上开了一个工厂 啊 专门做这个 算是木材加工是吧 那你的木材都是从哪弄的 美国弄过来的 对 美国美亚美云那边进口 进口过来的 就是做一个什么门窗呀 之类的 是不是 对 那还可以 都是客户需要什么 给到我们 然后我们去厂现场勘测 两尺寸还要怎么样 然后回头再给他们报价 姐这可以啊 这岛上天天下雨啊 而且都是这种暴雨啊 哎 这边那个飓风 听说是很厉害 是对很厉害 每年的6月到11月 就是飓风期 那现在也快到了呀 这都6月多分 哇 这已经算是飓风期了 然后现在的6月份 就每年的6月份 相当于国内的黄霉期 黄霉雨季 出了6月就会好很多 就没那么多了 对呀 因为我过来以后 我为什么还没有抱团出去 就每天都下雨 我查的 对对对 就这个 这个是医院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 也是一个办公中心 LIFK整个办公中心 这就是进去 就是LIFK 对这里是 这里是主人出来的地方 这里是货物出来的地方 就这里头 在这里面 是整个的区域 那这就是这个岛上最贵的区域 最贵的区域 一套房子都是 几百万美元是吧 对的 几百上千万美元 这是美国的有钱人 在这边买的房子 躺在后边就睡着了 他现在上学了吗 上学 你上学没有 今天周末是不是 现在是放暑假 放暑假 这个车牌在征6 这几个字6 对 这是领导的车 政府的领导 是吧 我们这个车连牌都没有 比它还6呢 前后都没牌 原来姐去换车牌了 它车牌不会都是靠别的地方来制作的吧 就是靠别的 就一个单子 你在路上可以看到很多车 没车牌 唯一的电影院 这个岛上还有一个这么大电影院 里面有 MX的 我们来加个油 让你们感受一下瑟瑟发抖的油价 今天的油价是5块6毛1美元 一加轮 还行还行 反正比美国肯定是贵不少 它这边也算是按加轮算的 这边的车价比国内贵多少 贵好多 有没有一倍 差不多 差不多一倍了 像你的左手边 那个就是Kalys 也是一个 一个 怎么说来着 唯一的一个shopping mall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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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开礼貌 那我们今天随便逛一逛 就把这个岛基本上是逛了 基本上逛完了 我然后再往这条路比直开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你睡醒了 你睡醒了 我们刚才说等你长大了 真去回上海上大学 你加油得考回上海 上海一个区都比这个岛大 真的 这个岛太小了 真的 我们现在刚好路过监狱看一下 反正这个国家呢 尽量的还是晚上不要出来的 晚上别出来的 因为还是有 你知道现在怎么样啊 现在就是警察如果抓到你 你家里交点钱都不让你在里面了 因为里面住不下了已经 关满了 监狱都关满了 我的妈呀 然后我现在工厂里面用的那个犯人啊 他是本来是7月26号 现在又提前到7月6号 他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大家都要他提前出来空位子 后面还要有人待进去 反正这个国家还是有一定的抢劫的 抢劫犯比较多的 抢劫犯太多了 对 姐的包都被都被抢过 偷过的 我们现在开车到了这个岛的最东边啊 这个岛真的是好小的 只能用巴掌大来形容了 海水确实清澈的 但是这边是礁石 不是沙滩了 这边有海鲜吗 不知道啊 其实我到这个国家来这么久了 我真的是没有看到一个钓鱼 就老他钓鱼什么的 就在海边甩杆子什么的 我都没看到 他这个海水啊 我看了一下啊 应该还是那个天堂岛那边更 更蓝一点啊 非常感谢杨姐啊 她呢也是我的一个粉丝 看视频说我在这个 就巴马 就在这不是等那个美签吗 她说今天呢 抽空带我出去转一转开个车 刚好呢我也把这个岛 就算是环岛了 因为这个岛站的好小啊 真的啊 然后呢我看明天吧 明天星期一啊 我可能会去一下这个移民局 想办法把我的 他给我入境的时候 就填了一个只有两个星期 我看能不能续到三个星期 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可以免签 免签一个月的 是这样子的 我到时候可以去先去一下 把这个续签手续办了 因为7月3号呢 如果说美签面试了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拿到美国签证 哎呀 具体的要等7月3号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啊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就这样子 拜拜